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刚完成学业回到北京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发现我的一本小说被抄袭了 我特别痛苦 哭哭啼啼地找到了一个大律师 我跟他说我要告他 我要告那家出版社 听到这个消息 媒体炸了 纷纷报道着 一个叫庄宇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如何炒作 互联网上 到处是对我的羞辱 谩骂和攻击 但我没有退缩 为了这件事 甚至辞掉了工作 我要的是讨回一个公道 三年以后 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 我赢了 那一年我26岁 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这样的 充满了跟全世界决斗的勇气和热情 当我有了孩子也是一样的 我跟我儿子说话 永远是你必须怎么怎么样 你必须不能怎么怎么样 必须两个字 意味着我不接受他的反抗 儿子两岁的时候 我为他喝药 他嫌苦 不肯喝 我就捏着鼻子 硬往他的嘴里灌 孩子哭啊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也哭 但我一边哭 我一边继续给他灌药 我当时的信念就是 我必须一次把你制服 否则你永远显苦不会喝药 我有时候 就是不太会懂得妥协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妹妹病了 她的这场病 彻底推翻了我以往 对生活所有的认知 我永远忘不了 去年冬天那个傍晚的情景 在一间小小的检查室里 大夫从他一侧的乳房 取出一部分的组织交给我 让我送到医院的病理科 进行最后的检查 我手上拿着那一包组织 哭着问大夫 我们该怎么办呀 大夫说 小庄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 是安抚住妹妹的情绪 你先哭了 她该怎么办呢 那一瞬间 我就明白了 我妹妹得了乳腺癌 她只有36岁 有两个孩子 小女儿只有19个月 还在哺乳期 这件事让我开始反思生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的周围 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样的标题 我要跟这个世界死磕到底 成长就是跟这个世界死磕到底 就连我这样一个擅长死磕 永不妥协的人 看到这样的标题 都觉得可笑 我们人类已经强大到 可以征服外太空了 但在疾病面前 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活下去 那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 我们人活着 活到最后 拼的不是硬度 是韧性 所以当我们活着的时候 应该跟所爱的人 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才对啊 工作总是要做的 认真对待就好了 不满意的时候 干脆就承认 我的能力就只有这么多 累了歇一歇 孩子也是要管的 但大可不必 为了一道他不会做的数学题 大呼小叫 承认你的孩子没有那么优秀 也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 他有他的人生啊 祝福就好了 陌生人也许对你并不友善 但也许他正承受着不幸 理解一下就好了呀 为什么还要苛责 怨愤和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死磕到底 温柔地对待一切 从容地欣赏 生活里的一花一木才对啊 这个世界 值得被你温柔地对待 谢谢